李中信那边安排得怎么样了 对了 我必须要到精学的时间 不好意思 王总 怎么了 那个 关于李总 你说话能不能稍微干脆一点 房天心就是从来 到底什么事 之前跟李总的联系业务 一直是天心姐在负责 我时间太紧了 还没来得及对接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下班之间能完成对接吗 但是今天还有好多工作 我怕我一个人人手不够 房天心他就从来不会 找理由推脱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么相信他 为什么不跟他学呢 那你干吗让他做 总之我不管什么理由 明天李中信的事情 必须给我安排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出去 pun 王总 这是用您的杯子给您泡的咖啡 今早现磨的艾塞俄比亚咖啡豆 用90度的热水冲泡 您现在喝刚好是85度 冯艺术 王总 您没事吧 王总 您没事吧 我没事 麻烦把风景里的菜姐姐做的 股权的比例我们稍微改一下 从百分之四里又改到五十一 我们要说了算 好吧 李总那点事情就不行 明白吧 全都不行 这个很重要 帮我记 我都已经自信了 也会随时提醒您 王总 王总 您没事吧 好 我说的你都记下来了 我说我记下来了 我会提醒您的 那好吧 我们继续 主控只能应该在我们手上 这个您去录制 然后跟我说 我们来说了算 好吧 对 喂 天心姐 黄总疯了 他抽风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是真疯了 一直喊我房秘书 好像是把我看成你了 他不会这么恨我吧 都恨到发神经了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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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秘书 王总 我是想来提醒你一下 李中信那边的沟通工作 麻烦你尽快转接给那个 叫什么来着 蔡秘书 对 蔡秘书 我知道了 谢谢 喂 我是 对 我现在过去 大概一个小时到 来 进来 劲儿啊 真不错 而且我这房子的刚装修完 你看 这家具 这家具都是新的 这样 我一家租一年 我们马上签合同 签一次性父亲 好吗 一次性父亲 找到租房子的人了 是啊 对方说可以一次性 结钱一年的房租 你加上他的房租 凑一凑 正好把房子买下来 那对方同意吗 嗯 这已经同意了 那人一看呢 就是社会精英 自己一根柱 不养宠物 再合适不过了 那可太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签约啊 他说随时签合同 哪怕明天搬进来都没问题 那可以吗 嗯 王小姐 这次你可算是美梦成真了 那我明天就过去 咱们把房子的合同签了啊 嗯 正好明天租客也搬进来 我们哪 好认识一下 好的 没问题 那就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一年租金十五万 加上我自己和爸爸的三十五万 这回首富可有了 天心 来来来 吃晚饭 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月月的外公 你好 你好 我大女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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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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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娘家啊 好 好 好 我还没结婚 啊 啊 这么大的闺女还没出嫁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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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太忙了 顾不上了 哎呀 工作太忙了 这个 婚总要结的嘛 这要在我们老家 这么大 这么大的孩子还不出嫁 那就是不孝了 在我们老家刚好相反 这么大的孩子不出嫁的话 他就更孝顺了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嗯 可以吃饭了吧 哎 好 好 好 老爷爷帮您夹个菜啊 哦 好 好 哎呦呦 谢谢 谢谢 у哪儿 italable yl 也